字幕提供 曬太陽很容易造成 膚色不均 或者是比如說說我們臉上的 保濕沒做好 有一些細紋、乾紋 或者是光老化的現象 毛孔粗大的現象 這些都會造成我們皮膚呢 膚色不均的情況產生 那防曬大家都會覺得說說 欸有啊我還是都會做啊 那為什麼還是會曬出斑 我覺得往往可能會是忽略掉 其實防曬它不是你塗一次 就可以擋一天啦 至少至少四個小時之內 你就要再補一次防曬隔離 防曬要差 但是不要急著補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你保濕有做好皮膚有活力 有活力之後 它才可以幫助你把一些 黑色素代謝掉 當然年紀越來越大 我們本來新陳代謝就會變差 皮膚的活性本來就會變差 假設這個時候 你的保濕還做不夠的話 那就會更容易形成 形成膚色不均的情況 對保濕也很重要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